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一刻 能回忆 不起不离 还是爱你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在一起 一定要记得相信 相信真实的自己 和我们 能回忆 不起不离 还是爱你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在一起 一定要记得相信 相信真实的自己 和我们的约定 你说 刚才我看见男的那么像你爸爸 转过去一看 不是的 你是不是太惦记我爸 你都产生幻觉了 但你也不能老想着我爸有外遇的事吧 那我跟你说啊 你应该趁着我爸离家出走的这几天呢 你好好检讨检讨自己 是不是你平时对我爸太苛刻了 太极端了 太过于严厉了 你少给我一下扣这么多帽子 干什么呀 我渴了饿了 我端她手上 冷了给她加衣裳 热了给她扇风 我自认是个好女人 一个女人做这些是完全不够的 你得去了解一个男人的内心 你得去懂她 你不能只是单单作为她一个人生伴侣 你得作为她是真正的灵魂上的伴侣 灵魂那是死了以后的事 我跟你说一话 怎么就这么费劲呢 你妈这样 我能跟你说一直白点 就是因为我爸走这件事 全是因为您 因为您对我爸关心不够 你作为我爸的终身伴侣 我爸他现在离家出走了 他去哪了 你一点线索都没有你 你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可悲吗 为什么可悲的 他请你讲上我知道吗 妈 您别气 我求求您 您得答应我这件事 万一我爸要是回来以后 您一定得好好改变改变您的态度 千万别再把我爸给挤堆走了 行吗 不行 改变的凭什么样是我呀 是他离家出走 又不是我 也不是他呢 妈 你行了吧 你别讲你那些大道理了 我跟你说啊 就您那暴脾气 我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风风火火的 谁这么多年 一直这么忍耐你啊 还不是我爸 其实我爸呀 对您怎么样 您心里比谁都清楚 我现在倒是想讲理呢 我也得看得见人呢 哎呀哎呀哎呀 怎么又哭了呀 没奶了 我也是吃了个半饱 做得我都快疼死了 你看 我怎么说的 啊 我怎么说的 哎呀 都怪这个粥钢瓣太能吃了 把奶根都吸走了 妈你瞎说什么呀 什么奶根 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词 又是你瞎别乱造的吧 哎呀你看你呀 把人家的孩子喂得好好的 自己的孩子遭殃了吧 谁不知道为母奶好啊 我看就是个素媚的阴谋 你怎么又扯到苏阿姨了呢 还阴谋 说得人家苏阿姨像是巫师一样 苏阿姨真要像你说的那么厉害的话 他们家钢瓣也不至于没有奶吃啊 我不管 试试摆在那儿呢 就是这个粥钢瓣太能吃了 我看今天是不能给钢瓣喂奶了 两个孩子都吃不好 要不然再想想办法吧 不会啦 那 那 不太好吧 你不喂 再说你不是一点都没有 那你不喂他也要来的呀 不给他吃肯定不行的 要不去买点奶粉啊 不是 妈你的意思是让你孙子吃奶粉呢 不是 我的意思 也不是说我们欧一个人吃奶粉 大家都知道一点 我算是听明白了吗 你不就是为了让苏阿姨多赞美你几句吗 不就是让她听你说说以前的事情吗 你说你这有你这么当外婆的吗 你也太自私了吧 让你孙子吃奶粉 你这孩子啊 怎么说话的你啊 太没礼貌了 你妈是这种人吧 是 反正奶粉是要背一点的 我去给乌姬打电话 那这个挺难找的 小姨 小姨 来了 涛 谢谢 找我 小姨啊 你看我这有两条信息 你看有没有用 涛 这个都九十多了 我又不找爷爷 对啊 我忘了问你年龄了 没事 我再继续找 经理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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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婷婷 婷婷婷快来呀 你看这儿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你来看看 你来看看 怎么了 你看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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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dare 不 感谢观看 我们在留情 salvation 怎么来 我丈母娘 刚才给我来一电话 让我买奶粉 有病吗你 等等 你儿子现在是喝了我老婆的奶 我儿子现在吃不饱了 你儿子又不肯喝奶粉 所以你必须买奶粉给我儿子喝 因为你儿子喝了我儿子的口粮 真的假的 我现在给你开玩笑了 真的 还要对我 还得太够了 下来这套 我替我大哥们谢谢你 好的 带子 这就是做兄弟的带子 可怜了我们家的欧 本来自产自销的挺好的 怎么就半路查出你儿子给一个乘咬金来 我告诉你啊 我肯定也不会买奶粉 因为本来就不需要花点钱 对对对 你不用买 只要你让我儿子吃你儿子的口粮 买奶粉 包了 全包了 你说到轻巧你全包了 我妈说了 必须喝羊奶粉 我外套 没事吧你 我儿子都买的 我有奶粉我还找不懂他 这是死命令 我有什么办法呀 我们家刚梦琳一喝别奶就吐了 他只认你一个牌子 特别理解 我听说啊 小孩子在刚出生的时候 这适应力特别特别强 一旦是认了一种奶粉 就很难改变 那怎么办啊 凉拌呗 我就不明白了 这博产奶粉比外国奶粉差哪儿啊 贵啊 贵 除了贵就是伤疤骨头 我真没喝出来有什么故意啊 搞得到处就脱销 我现在恨不得我坐飞机 我让外国买一下 哎 靠谱 喝什么谱啊 那咱们都把外国奶粉买了 那人家孩子喝什么 喝西北风去 是啊 别拼了 我倒是有一主意 但是我 有点坑爹 不坑爹 哎 是靠谱 快说啊 我要是说了吧 他有点大灭亲的意思 听清楚 啊 哎 算了算了算了 谁让你说我兄弟呢 首先 你得盼着我家欧 没有你家刚把你嘴那么刁 喝得了国产奶粉 这第二天呢 你得过得了我丈母娘那发言 你只要能过了他那关 一切OK 不 你赶快揭晓答案吧 我真不想猜啊 哎呀 你再好好想想 这国产奶粉 跟洋奶粉 区别到底在哪儿 对啊 商品无头 太对了 所以之三十六计之 十波老周尔记吧 啊 偷良幻众 啊 进来进来 他身的奶窗 奶窗 嗯 严重吗 他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不过不要紧 一些消炎药自然就会好 医生 书上不是说了吗 你不如期不能吃消炎药 是的 如果不严重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小剂量的消炎药 但你目前的情况 我们不得不使用大剂量的消炎药 不然的话病情会加重的 那我吃好了 还能喂奶呢 绝对不行 孩子再不能吃你的奶了 什么 那我 我不吃了 不是可不行啊 你看他现在的症状 红肿 疼痛 高骚 这说明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再不抓紧治疗的话 病情会进一步的加重 局部组织 就是发生坏事 妈 我不吃了 不行 我不吃了 医生 先别着急啊 还有别的办法 没有了 孩子只能人工喂养 喂 妈 我 我拿法已经买完了 买完了 好 我马上就回家 快站 快站 站我回家啊 我现在越想越觉得 我这么做有点缺德 这换商标的事是你想的 你毁了 多少有点想学了吗 哎呀 学什么雅乐 什么马呀 你这种义曲啊 往小了说叫做爱心人士 往大了说叫做大海无疆啊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那是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毛主席带领着红鸡 击溃了蒋介石的四次围剿 紧接着就是第五次啊 我什么大军直奔中了速区 可是我以往明为首的走进路线指挥错了 无奈 离开苏区 开始震惊 中外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啊 前有堵戒后有追兵全然草地 连大人都九死一生 孩子们怎么办 怎么了 孩子们 是他要给苏区的老乡 老乡们 为了保护孩子们不受伤害 您该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 甚至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孩子 被敌人伤害 他们用血和练 保卫了红军的死 真是大爱 你现在的一群 就是慢慢地尽口他们的 我也狠 算你狠 我告诉你啊 这一来我都不舍得狠 全都骗你儿子了 哎 如果换作是你 你会这么做吗 我 哎 理论上是行的通常 你别一到关键时刻去我讲理论行不行 我现在很纠结你知道吗 我知道 哎 这 为了补偿你 我 跟你说个秘密 说秘密 我现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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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 喂 啊 哎呀 该支还得支吗 你要天天别着急啊 啊 啊 千万别上火了啊 家里的事情 我们来负责 哎 别动 别动 你干嘛呀 你这是干嘛呀你啊 嘿 挺好 咔嚓咔嚓的 没完没了的 你要是把孙女吵醒了 她醒来问我们要奶喝 我们拿什么给她喝 小李家去 你还真以为小爱是头奶牛啊 啊 对了 这事儿你不是答应我了吗 找你的朋友你想想办法 你想了吗 你电话都打了吗 嘿 我跟你说 我早拖了朋友 正在等下呢 哎 我就不明白了 你怎么就不着急呢 我都急死了 你知道刚刚的电话来 她妈说什么了 她现在得了是急性辱学研 需要住医院树叶她就是回来 她那奶也是没打为孩子的 哎 那她挺严重的 你打 你去求人呢 打呀 行 我打 哎 是 造假台粉 警察知道 你好 你叫什么名的 周小义 你拿 我叫周小楠 这是我哥 我爸叫苏梅 我爸叫朱贵婉 还有个漂亮姐姐 叫周小如 你再相信你而不懂事 给你们添麻烦 哎呀不麻烦 好好 那再见啊 好 谢谢 你是说你 无知 这种事你也干得出来啊 啊 爸 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你刚不能挨饿吧 我这不是着急吗 我都跟着着急 像这种大一灭亲的事我都干了 我急了就干违法的事啊 爸 您看我我没求您来吧 啊 我也没跟局罪里面说 您是我爸 我爸是周局长 行 您先回去 我这还好多事啊 你就站住 去医院吧 停停住医院了 那怎么了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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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 我们又来听你讲故事了 上回你讲好久好久 没有人给你送千发了 那后来呢 小李 开开门吧 急死我了 后来呢 后来呢 阿姨啊 你怎么在这呢 我 我是来给小爱送水果来的 谢谢阿姨 不客气 阿姨 宝贝你说孩子饿了 我家的孩子快饿死了 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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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 你呀 咱多看着点听听 我回去一趟 我看你老家伙回来没有 妈 那个找爸的事 您千万别太着急啊 我已经联系了 这个很多公益组织 还动员了我们所有的同事 一块帮忙找 他们一有消息 马上就会通知我 小爱 你辛苦了 没 妈 她是我爸 应该 好 我跟你讲啊 我回去以后 我弄点那个学生歧视 我到处的贴贴 我找找他 哎哟 妈 你千万别乱贴 我以为现在 拜不动你那个 就是专门整治这张铁销广告呢 要是人家给你当典型给抓了 怎么办呢 啊 然后 那个 找爸的事 你就交给我 啊 你 早就回去 晚上 没事就别过来了 我一会儿被听你说 说完夜我们就回家了 来 慢点 妈妈 你走 慢点 你爸 老婆 怎么了 你真的是疼了 嗯 妈妈对不起 没有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咱们儿子 儿子连一口奶都没喝上 是我不好老公 没有 没事 没事 不过了 不关心 小爱 对不起哦 你别难受 阿姨对不起你 你放心吧 阿姨绝对不会把你当成刚笨的奶妈 因为我们谁都知道 孩子就是母乳为养好 孩子吃了母乳 她免疫力强 她能长得聪明 能长得强大 但是孩子太可怜了 她妈妈没有奶 她喜欢吃的奶粉 又没有货 给你添麻烦了 告诉阿姨想吃什么 阿姨给你做去 没事的阿姨 我只是难受一下 一会儿就好了 没事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别假惺惺的 做什么吃我们自己会决定的 别以为一碗主体汤 就能放定套饭吃的事实 当然了什么都改变不了的吧 你要呢 套饭 我头晕 这么漂亮的头发 在哪做的呀 为什么不喊我呢 好了 你生什么气嘛 算我欠你家孩子的 算我们家小周 欠你的 行了吧 哪个小周啊 那个小周还是这个小周 哎呦 哎呀 您别这么说 想当年啊 这苏区的老乡们 为了掩护红军的子女 宁可送过自己的子女 有的甚至还被敌人 给屠杀了 这叫什么 这叫大爱 一边去 哎 哎 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你准备怎么感谢我 你说 你说 这样啊 从出生日期 这个问题上说呢 是你们钢瓣先出生的 可是 这是在很不正常的情况下 出现的问题 如果正常的情况下呢 应该我们欧 先出生的 是的 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也无法挽回了 可是有一点 我们小爱的奶 可是欧 先吃到的 谁先吃到 小爱的奶 谁 就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希望 我们家的钢瓣 还是叫欧 哥哥 什么不合适吗 合适 太合适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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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咱们卖 帮我оpo 晓叶 晓叶 怎么办 下一顿在哪lie 别哭了 发烧 我去找母亲 别呀你了 孩子 小爱挺不容易的 真的 我每次看到她 她的儿子在吃奶粉 她的眼泪巴搭巴搭往下掉 我心也疼的呀 再说我真的拉不下 就让老脸再去求别人了 妈 妈这对不起都怪我 是我没有用 妈对不起 你别这样说 妈能理解你的 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是像你一样 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 可不是吧 我现在都恨不得把我自己的来挤出来 你这样 事太炎凉了 以前求人家办事 立竿建议 现在呢 好话说尽 石沉大海 我们的下一顿怎么办 是啊 我再想办法 你本本怎么来了 婷婷 叔叔阿姨 小爱 你好 小爱 我爸刚抱饿着 所以趁我妈睡着的时候 偷偷跑过来的 小爱 谢谢 谢谢 婷婷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不是刚班的小爱妈妈吗 不是你的好姐妹吗 小爱 谢谢你 谢谢你 真的 我不知道跟你们俩说什么好 我给你做好吃的 谢谢我来帮忙 好 张一文 谢谢啊 你少来这一套啊 你还欠个一秘密 小爱 你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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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爱也在这儿啊 小容姐 我告诉你啊 你那儿子我见过 亏了长得像你 要长得像他 怎么 姐 不带这么几个人呢 我长得还凑合吧 别看你游光水滑 你看着很狡诈 狡诈 千宁 你以后别这么欺负钱 他是我亲兄弟 亲兄弟啊 妈妈你情况很复杂啊 你积点得把行不行 你知道他们俩来干嘛的 他们是为了钢瓣来的 他们的儿子在吃奶粉 小爱的奶在喂我们钢瓣 哎呀 吴吉 我越看你越像我 十三多年的弟弟 太香了 是吧 咱俩现在相见也不晚 行了 你别哭了 小艺去把门口的 你东西拿过来 快 什么呀 你去拿 哎呀 快 去拿去 来来来 快 快 来来来 这东西 看看 能喝吗 这 奶粉 你跟 这 奶粉 你把我们全家人都救了 这就是这奶粉 老大 行了你啊 还可以 烧水去 烧水 新奶瓣 我去 去 去把钢瓣吊起来 吃奶了 谢谢 钢瓣喝奶了 谢谢 可以继续 吃吧 嘿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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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嘿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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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姐 好长时间不见你了 听说田丁生的个大同小子 是挺有负态的 啥时候换个脸给我们看看呀 那是 等等满月吧 走 妈姐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看胜子看累了 连瘦路都没了 嘿嘿嘿 嘿嘿 是 是 小马 满堂呢 最近怎么没见到修车 嘿 修车的多了 你找别人修去呗 别人修 收钱吗 那你些人啊 修了这么多年这免费车 把你毛给修出来 我说你呀 把这旧的扔了 买来新的算了 能骑就修修 勤俭是没有 你勤俭了 我家花钱 我不跟你说了 我到满堂去 太冷了 死了 什么时候的事 怎么也不研瘾于你身 不行 你怎么不研瘾于你身 小马 你想往前走一步 就考虑考虑我 谁呀 你快乐了 你快乐了 来了 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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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好多快飄料 来了 来了 你好 你们都快点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现在可以 您签字 对 签字 好 谢谢 谢谢 好 您满了 好 谢谢你啊 辛苦了 哎呀 真的 对 自己 自己 主人 現在的群眾文藝 搞得是越來越好 是啊 長得不錯 主人 關於我辦演展的事 您考慮得怎麼樣 地方很遠 都沒有問題 關鍵是照片能力 如果尺度大遠 恐怕就是 主人 這個您放心 我在文化局工作了這麼多年 這個方面 我是能夠把握的 那是 對您 我是絕對的相信 好吧 既然這樣 我答應給您安排 謝謝主人 謝謝主人 好 小李啊 找我什麼事啊 怎麼樣 看 我的寫症照 寫的效果好嗎 可以 可以 來 營展什麼時候開始啊 有 消息夠快了吧 就這兩天了 我也要參加 對 什麼意思呢 還沒搞明白啊 沒有 我這張照片要參加你的攝影展 小李啊 這不合適啊 你看 這不是我拍的作品嗎 哎呀 你管它誰拍的呢 這是我的照片 我的照片想參加你的營展 就這麼簡單 小李啊 真不合適 我營展的主題是孕育 你看 你的大頭像放那兒 真的不合適 啊 我知道了 你是嫌我老了 哎 不 我告訴你 小周同志 我 目前看來 雖然是有年齡了 但是 我覺得我越來越有韻味了 是 是 是 有用了 有用了 我覺得自己現在是 比當年更有味道 所以我想把我自己的這種氣質 通過你的攝影展去展示出來 哎 就咱倆這種關係 你說不讓我參加 我去求別人呢 這也是的 小李啊 我跟你說啊 這個營展呢 以後有的是機會啊 把你的照片可以展覽出來 哎 小周 你孫子沒奶吃的時候 怎麼沒說以後有機會啊 哎 小李 這跟營展是兩碼事 真的兩碼事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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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麼說 這營展 我贏定了 哎 小李 小李 我跟你說 這一次呢 真的不合適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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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有機會 肯定有機會 哎 小李啊 還是很有油味的 哎 好 好 哎 沒品味 小李 嗯 這兒幹嗎呢 哎 媽 你看這牌子 那上面也放了我爸照片 然後中間呢就是詳細資料 體現就咱們原來的方式 到時候我把這個穿起來一掛 走出外面別人看到了就會跟我們打電話 就可以聯繫 咱 咱們 你叫這麼著你爸呀 啊 這什麼我還捂不住呢 你倒好滿世界給我宣揚去 你怎麼上電視台給我做廣告去 這我想過了 我倒是跟我們姐上來上來 你就是想要我命是不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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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看 婷婷和小愛 十月懷胎 孕育出一張老太婆的臉 可笑不可笑 說什麼呢 你們 好 說人家停停拍運護照 搞攝影展覽 什麼時候 蘇梅 這事你可能知道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真的 你當然這個沒有問題了 那閨女是我的 我覺得不人 丟不起這人 真是 說話小生理她剛剛在睡覺呢 那照片您倒沒看呢 您不能發表意見 我現在你看一看去 你 髒我的眼 親家 我跟你重申一遍 不是你想像的那樣 那什麼樣啊 什麼樣啊 正經人家老公不 能看兒媳婦拍大肚子照片嗎 還拿著滿世界去展覽 你也是當過局長的人 你怎麼真不知廉恥呢 你怎麼怎麼啊 你真是污衊 老周是這樣的人嗎 看著你老婆 你當然想像她說話了 媽 幹嘛 你是我媽 我告訴你婷婷 你們敢把這相片給我拿出去的話 我 我對你把我給你照了 媽 那照片真不是你 媽 像的那樣 媽 老公 這上下事兒 怎麼把這牌子先拿下來呢 這麼多人看著 真被扒光了 你不是喜歡被關注嗎 啊 嫌棄我 行啊 你自己打車吧 我不 你還竟有一秘密沒說呢 你不說出來 我不會輕饒了你 唉唉唉唉 唉唉唉 別別別 大佬爺爺的 跟看著你們怎麼回事兒呢 我不外乎 我喜歡被關注 唉 你別讓我戴個帽子吧 我想你了 真的在生氣啊 啊 我說生氣 你不用生氣 你說話現在跟甩套罩一樣 我這人啊 是一粗人 我告訴你 說話就這樣 開大公交的 是 不想被知識分子 馬娘都得輸我母親 你真的要走啊 你上哪兒去 我上哪兒啊 管你著嗎 是 沒有人敢管你 但是家裡頭有人要管的 是還讓我吃飽車下草心嗎 婷婷不管了 我們家的寶貝孫子你不管了 唉呀 好了好了 我們是親家 但是我們是姐妹 行 我就坐在這兒 你有什麼事情 你說出來給我聽聽 我沒功夫 我趕我車呢 你幹嘛呀你 真的要走啊 是老王有消息了 沒有 那你告訴我 你真的要上哪兒去 回頭我怎麼跟婷婷交代 行不行 我去找她老家好 村裡頭的那個姑娘 對 叫草芳 一千五時間 空氣 疼啊 伤了 就甜甜伤疤 疯疯哺哺都是笑话 歌啊 我随口唱的 哭啊 都自找来的 烦恼啊 你别去管它 生活就是酸甜苦辣 嘿呀 嘿呀 梦想的家 哪有幸福 从天上掉下 嘿呀 嘿呀 这人生啊 没有那份爱 不需要代价 嘿呀 嘿呀 梦想的家 哪有幸福 从天上掉下 嘿呀 嘿呀 这人生啊 没有那份爱 不需要代价 嘿呀 嘿呀 梦想家 哪有幸福 从天上掉下 嘿呀 嘿呀 这人生啊 没有那份爱 不需要代价 自然之想着 这么 filos说呀 就对uzz去那边了 他们说 报名是上nt这里 啊 嗯是上ano旅行 啊ист仙 ONE那边 silk 噓尹尔尽 真的因此自然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